第131章千军一发,但无论是水剑还是红光,都从黑气上一透而过,没有对其丝毫影响,黑甲鬼将的身影很快再次凝聚而出,黑影一闪地朝着浪声扑去。 浪声丝毫不惧地灰锤银上,顿时一乘一黑两道身影搅在一起,锤银翻飞,刀芒闪动,黑气飘飞,鲜血飞溅。 黑甲鬼将的身体被一次次打碎,但又一次次重新凝聚成形,完全没有丝毫受伤。 浪声表面占据上风,不断将鬼将身子一次次击散,可身上伤口越来越多,动作已经逐渐迟缓下来。 这样下去可不行,神弱大吉,只是玉水术和暗红短锥根本帮不上忙,一时之间也没有其他手段,只能按捺下心中交集与黑甲鬼将周旋。 另一边的白霄天此刻也处于下风,身上原本耀眼的金光,此刻暗淡了许多,身上已经有了几道伤口。 他虽然借助降神术,将实力再时提升到壁谷期,但正如古化灵所说,这并非其自身力量,无法掌控自如。 若是面对力量型的对手倒也罢了,古化灵身法灵动无比,白霄天根本摸不着对方的一片衣角,反而被古化灵看似轻描淡写,实则灵力无比的攻击逼得不断后退。 最关键的是,降神术对肉身和神魂负担不小,还有一定的实现。 白霄天心慢慢下沉,口中大喝一声,手中赤红大剑横扫而出,赤色火光怒涛搬卷向古化灵。 但古化灵身躯左右一晃,然后向前一个穿梭,轻易躲开这一击,并闪电搬起进了白霄天身前,手中三肩爪刺打向他的胸口。 白霄天再次向后击退,手中长肩拦向了三肩爪刺。 但古化灵也如影随形地欺身逼近,趁着白霄天拦截三肩爪刺的间隙。 翻掌一指点出,一股风声豁然响起,风驰电车斑点在了白霄天小腹上。 一缕纤细如真的黑光从他指尖射出,刺在白霄天体表金光上,赫然突破而过,一闪没入其小腹丹田中。 白霄天身躯大震,面色瞬间变得煞白,额头冷汗淋漓而下,翻身栽倒在地上,体表金光更剧烈闪动,飞快减弱。 看在你姓白的面子上我本不想赶尽杀绝,抱歉了。 古话灵嘴里说道,戴下手却没有丝毫迟疑,掐绝在此一点而出。 三肩爪刺紫光大放,便要朝白霄天头颅一击而下。 何方贼子,竟敢伤我白家之人,还不住手。 就在此刻,一道雷鸣般的声音从远处滚滚而来。 这声音一场宏大,震得在场众人耳朵嗡嗡作响。 雷鸣般的声音还未落下,一团青光从远处如电而至,似乎也是飞顿服。 金光未至,一团黄色光芒便率先飞射而来,里面似乎是一件圆盘状物事,正急速旋转,发出呜呜的刺耳尖鸣,朝着古话灵当头打下。 古话灵骄鹤一声,顾不得攻击白霄天,三肩爪刺脱手射出,再次化为一个紫金铁手,抓向黄色光芒。 那只黄色光芒中的物事突然急速变大,却是一枚土黄色铜钱,转眼间化为房屋大小,狠狠撞在紫金铁手上。 当的一声巨响,紫金铁手仿佛一片树叶般被击飞,重新化为了三肩爪刺。 古话灵扳手抓住了爪刺,顿绝一股距离犹如泰山压顶般反振过来,登登登连退了三步才勉强站稳,体内法力更是废水般翻滚。 不仅如此,其手中的爪刺表面隐隐多了一团黄芒,使之变得沉重无比,有些无法操控。 落宝铜钱,鬼三将军,那是白江峰,快撤,古话灵秀没一蹴,运起全部法力奋力一收,勉强将三肩爪刺收了起来。 然后他身形腾空而起,背后古一紫光大盛,如同在燃烧一般,整个人瞬间化为一道紫色长红,朝远处飞驰电车而去,眨眼间消失在远处天际。 正在和铜锤交手的黑甲鬼将听闻古话灵的声音,冷哼一声,似乎有些不满,但还是飘身后退,化为一道黑光紧追古话灵而去。 天空的清光也没有去追击古话灵他们,直接落在了白霄天身旁,闪了几闪后消失,显现出一名身穿灰袍的老者。 此人看起来五六十岁,身形矮小,脸颊干瘦,头发有些灰白,但目光锐利,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逼人的气势。 灰袍老者立刻俯身查看白霄天的情况,没有理会湖泊中的沈洛。 沈洛也正好落得轻松,急忙过去查看浪生的伤势。 浪生此刻全身上下密布了数十道大大小小的伤口,蓝色鲜血沾满全身,看起来伤得不轻,正住着双锤,胸膛不住起伏。 沈洛急忙将手按在浪生后背,将法力注入其中。 浪生萎靡的精神威震,运转体内腰气,体表泛起一层蓝光,伤口虽然没有愈合,却也停止了流血。 浪生,今日辛苦了,好好回去休息吧。 沈洛松开手,打开召唤水洞,将浪生送了回去。 做完这些,沈洛才朝岸边走去,白霄天此刻深周的金光已经消失, 以面如金纸的躺在地上,牙关紧咬,额头青筋颤动,似乎在忍受极大的痛处。 他体表还残留了丝丝诡异金光,散发出的法力波动忽高忽低,异常紊乱。 将神术对身体负担极大,族中早有规定,需得达到壁谷期才能施展, 你竟然在练气期施展此术,简直胡闹。 龟袍老者手掌按在白霄天小负丹田,散发出一层黄芒,口中呵斥道。 片刻之后,吃得一声清响传出,老者抬起了手掌,掌心处赫然吸附着一根发丝般的黑色小针。 多谢三爷爷,白霄天面上痛苦之色顿时大减,低声谢了一声。 这是玄音针,暗器名门玲珑宗的独门阴气,砖破护体灵光,百毒无比,刚刚那个女子是玲珑宗的人。 不过我关其似乎是并非人族,归袍老者先取出一个小玉盒,将黑色小针放入其中收好, 然后又取出一枚雪白丹药给白霄天府下。 三爷爷目光敏锐,那人是个妖族,但并非玲珑宗门下,此事颇为复杂,一言难尽,白霄天面色好看了一些,坐了起来,说道。 既然事情复杂,那就稍后再说,我先祝你压下降神术的后遗症。 归袍老者打断了白霄天的话,手掌按在白霄天后背,上面金光闪耀。 白霄天急忙闭上眼睛,运转功法,身上紊乱的气息缓缓平复。 第132章回白家,沉落眼见二人一时不会收工,便将胡编的包裹重新背在身后,而后就地盘膝坐下,运转功法,恢复法力。 足足过了半个时辰,挥袍老者和白霄天才同时停手。 沉落并未沉溺于修炼之中,察觉二人情况,便也停止运功,站了起来,肃立一边。 白霄天此刻气色已经恢复大半,身体上残留的诡异金光也消失无踪。 三爷爷,刚刚光顾疗伤,给你介绍,这位是沈落,是我在春秋关内的同门师弟。 沈师弟,这位是我三爷爷,也是我白家长老,白江峰。 白霄天看到沈落走了过来,介绍道。 见过白前辈,沈落行了衣礼,沈小友年纪轻轻,胸围已经不凡,刚才我远远看了一眼,小友似乎精通通灵控腰之术,真是英雄出少年。 你可是刘华成沈家的子弟,白江峰抬手虚拂了一下,上下打亮了沈落两眼,轻笑地问道。 前辈谬赞了,在下乃是春华县人士,沈落摇头说道,白江峰默了一声,看着沈落的目光阴影闪过一丝一样。 今日幸好三爷爷你及时赶到,否则我这条小命就真的没了。 白霄天拍了拍胸口,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组长接道你用传讯法阵发出的求救信息,我恰好在这附近,立刻让我过来解救于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江峰问道,传讯法阵,沈落脑海浮现出白霄天之前设下的那个金色法阵,心中闪过一丝恍然。 此时说来话长,白霄天叹了口气,当下将春秋官被围,二人侥幸逃出,被古化林一路追杀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 只是他并未提及有关纯阳宝典的事情,将古化林追杀二人的理由改成杀人灭口,以免春秋官灭门之事外泄。 沈落听闻此话,垂下眼帘,对白霄天暗声感激。 他有无名天书在手,对纯阳宝典其实并不是十分看重,只是当日已经发下誓言,必须保住此物,倒是不好为事。 什么,春秋官被灭门了,白江峰听完后,大惊,我离开时关内上有争斗,只是妖鬼事大,只怕所有人都难以信念。 白霄天神遂一暗地说道,春秋官并非小门小派,此事重大,必须马上告知家主,走,先回白家。 白江峰点点头,两手抓住沈落和白霄天,身上青光大放,包裹着三人冲天而去,很快消失在远处天际。 有了白家长老接应,沈落两人终于不用再每日惶惶,仓皇赶路。 如此行了数日,一行人终于来到了建业城。 建业城建成不止千年,自古以来就是长江南岸的一座重镇雄城,毗邻东海岸,与沈落自幼生长的春华县城自然大不一样。 遥遥望去,便可见城墙绵长,城郭高耸,城楼上大堂金旗飘扬,守卫士族全副铠甲,割己明亮。 沈落与白霄天共乘了一架马车,一个坐在轿箱床边聊开了窗帘,满眼心其地打亮个不停,一个依靠在对侧轿箱一脚,闭目养神。 白霄天,那边那座五层高的尖角楼,是什么地方? 沈落指了纸窗外,问道,那是八仰楼,建业城里颇有名气的酒楼,其实菜色一般,只是出入皆是达官显贵,某种程度上来说,能进入其中本身就是一种身份象征。 要我看,市民过于时,还不如前边的最先居。 白霄天抬了抬眼皮看了一眼,说道, 赵主,这好歹是咱白家自己的生意,您可别这么拆台啊。 马车外,赶车的是一位白家的老仆,忍不住说道, 这是你家的酒楼,沈落文言错愕道,是我家三房打理的生意,长房一向不插手这些事物的。 白霄天随意道,你们家不是驱魔是家吗?怎么还有酒楼生意? 沈落疑惑道,单凭想要除魔,想要维持家族运转,哪有那么容易? 光是培养三房子弟成为修仙者都不够,更何况还有聘请供奉,哪个不是流水的花销? 白霄天笑道,白家有您魂七老祖坐镇,还需要聘请供奉。 沈落又问道,我们白家自己的修饰有限,想要坐稳建业成第一修行事家的位置,还得拳钱两手接通。 白霄天意味深长地说道,此话怎讲? 沈落问道,这么说吧,我们白家长房管着修行事宜,二房出事为官,三房经商赚钱,这三管齐下,才有了当下的局面。 白霄天看了沈落一眼,如此说道,沈落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心中微微有些感慨,这大家族也不好照看。 越往城内去,道路两旁的繁华高楼就越密集起来,越显得热闹非凡。 这重镇大城就是不一样,春华县里三层的楼房都少见,这里街边却比比街市,街道上也是车水马龙,人流如之啊。 沈落赞叹道,我自小就生活在此,对此早已经见惯不怪了,反倒更喜欢在春秋观礼这两年的日子。 上山修行,下山买酒,见的人少了,彼此反倒容易相熟。 每回去土吉镇上时,那姑酒的春嫂,还总要饶我半两酒水。 白霄天叹了口气,有些怀念地说道,那是看在与你相熟的份儿上吗? 你每次去买酒,都要被他偷偷地摸下手。 还不是看中你土吉镇第一美男,沈落轻吃道,哈哈,那是当然,大唐第一美男我也当得,只是我平素为了低调,不图虚名而已。 白霄天魂不在意,哈哈大笑道,马车走在青石铺就的宽敞街道上,绕过了一处街角。 白霄天忽然坐起身来,叫停了马车,说是让沈落稍微等等,就自顾跳下了马车。 不一会儿,他一手捧着一个牛皮纸包,一手拎着一个白纸酒壶,又爬回了车上。 上次回来的匆忙,都没能喝上一口这玉醉楼的梅花酒,可馋死我了。 还有这张继铺子的鲜肉汤包,你尝尝,味道没得说。 白霄天打开牛皮纸包,里面包着两个又白又大的肉包子,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肉香,看得沈落也不由食指大动。 沈落也不客气,捧起一个咬了一口,溢了满嘴的汤汁,齿夹之间尽是满足的味道。 白霄天没吃包子,只是满脸笑意地看着他,打开了酒壶的瓶塞。 乍时间,一股盖过肉香的桂花香气,瞬间弥漫了开来。 第133章见家长,他也不知从哪里摸出来两个小巧酒杯,给沈落和自己搁到了一杯,互相一碰,小酌了起来。 一路上,白霄天对着街上的酒楼十四如鼠家珍,给沈落好一通点评。 他们中间路过一条川城而过的河流时,一直不怎么往外看的白霄天,也一下子凑到了车窗前不住得朝外张望。 沈落寻着他的视线望去,就看到河道两岸的建筑十分密集,大都悬灯挂彩,装饰华丽,就连河水当中,也停靠着一座座精美别致的画坊。 这是什么地方?沈落不解地问道,听没听说过叶博秦淮进酒家,这里就是秦淮河畔,喝花酒的地方,改天带你来见识见识。 白霄天一把搂过沈落肩膀,笑嘻嘻道,怪不得汁粉味道这么重,说起来,咱们怎么也算是道门中人,烟花之地还是敬而远之的好。 沈落皱了皱鼻子,说道,这你就不懂了吧,正所谓万众红尘过,道心如磐石,不经历红尘种种,又何谈了却红尘。 白霄天却是不以为然地说道,马车一路穿城而过,越往城南方向去,街道上的人就越少了,一座座身宅大院倒是越来越多了起来。 最终,马车停在了一座气势宏伟的院落门前。 沈落从车上下来,身旁便是一座等人高的石雕狮子,足下踩着一颗镂空绣球,看起来微风明明。 时时往后一站开外,有三级时接步步高升,后面紧随着的是一座两丈来高的雄伟门楼,中间正门敞开,两边一门关闭,门楣之上挂着一块巨大牌匾,红底金字写着白斧二字。 沈落看着朱七大门上蛮失闲环,七七四十九颗金色门钉镶嵌,心底也不由暗暗赞叹。 先前似乎早已经有下人通报过,府门之外早已经占了十数个仆从和丫鬟,一个个神色恭敬地等候着他们。 眼见白江峰和白霄天到了门口,这些人立马迎了上来,沈落便也随着白霄天,被这一大帮人簇拥着进了府门。 一行人走到前院时,一名依着华贵的白发老妇,就在丫鬟的搀扶下,迎了上来。 其一见白霄天伤势未消的样子,就满眼的疼惜之色,又忍不住好一通责备抱怨。 白霄天介绍过后,才知道是他的祖母,也是当今白氏家主白鹤城的生母。 老妇爱乌吉乌,对沈落这个自家孙子的好朋友,也是极为顺眼,忙吩咐下去,好好准备一顿丰盛宴席,来好好招待他。 沈落受宠若惊,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正在这时,一名管家模样的中年男子,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对着老妇和白江风湿了衣礼,说道,家主正在后院书房等着,让少主和客人先过去一趟。 天儿,那你们就先过去吧,说正事要紧。 老妇闻言,点了点头道,是,孙儿见过父亲之后,晚点再陪伴祖母,白霄天立即应道, 说吧,他们三人就穿过一重重院落和两座花园,来到了深宅后院。 进了书房,沈落见到了白氏家主白鹤成,本以为应该是个气度威严的中年人, 结果却发现竟是一个三十来岁,俊朗丝毫不亚于白霄天的中年男子。 见他们进来,白鹤成放下了手中的书籍,从书桌后站了起来, 上下打亮了一眼白霄天两人,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说道, 看你们这副样子,路上应该吃了不少苦头吧。 静好危机关头,三爷爷赶到惊走了妖女,让父亲担心了。 白霄天笑着说道,说着,他又向父亲介绍了一下审落, 直言这次能安全回来,离不开他的相互扶持。 你们应对得不错,有这番历练,再过三年修炼,再加闭门造车。 白鹤成点头道,家主,这次情况的确凶险, 追杀他们的是一名闭鼓器的妖族修士, 他们能称道我感到,确实不易。 白江峰走上前来,将自己遇到白霄天两人时的情景说了一遍。 霄天此番得活,真的是感谢三叔了。 白鹤成听得直皱眉,末了冲其一败说道, 家主不必如此大礼,霄天本就是我们白家未来的栋梁, 身为长辈这是我应该做的。 白江峰连忙必让开来,没有受这一礼。 霄天,这次春秋关变故到底是怎么回事, 前因后果你且详细与我说说。 白鹤成看向白霄天,问道, 白霄天当即将春秋关那日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时地复述了一遍, 只是言语坚确并未提及有关纯阳宝典的事。 沈洛随后也补充了一些他知道的事情, 只是同样隐瞒了关于纯阳宝典的事。 没想到连春秋关劳族也已经遭难, 神是指,你就暂且安稳住在白家, 之后我自会以白氏家族名义, 联合其他修仙宗门彻查此事, 务必找出幕后真凶。 白鹤成听到最后, 神色也逐渐变得凝重起来, 说道, 伯父, 晚辈思以为这次宗门变故, 两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一个是被叛师们的王清松, 一个是妖族前化的古化灵, 若是能抓到他们其一, 便可知道事情真相。 沈洛突然说道, 此二人的确是春秋关变故的祸根, 白鹤成看了沈洛一眼, 深以为然地说道, 晚辈拜托伯父查明幕后真凶, 沈洛代表春秋关所有亡魂先行谢过伯父。 感谢伯父高益, 沈洛谢道, 说完深深一拜, 简直免礼吧, 你一路立险想必也元气大伤, 焦天, 你带沈氏职去好好休息吧。 白鹤成摆了白手, 说道, 两人告辞离开后, 白鹤成看向白江峰, 问道, 三叔, 你可有发现这个沈洛有何不妥之处? 此人从原刑局只看, 加入春秋关前多半也是富家子弟。 焦天对此人颇为信任, 一路上与萧天互相扶持, 才能坚持到我去相救, 看此人功法并不是小毛山一脉, 应该是另有机缘, 他也可能是春秋关除了萧天之外唯一活着的弟子了。 白江峰文言, 日以思量, 答道, 正因为如此, 我感觉此人并不简单, 也许藏着春秋关的秘密, 安排人去调查下此人出身来历, 要是没有问题, 找个机会让萧天与他谈谈是否愿意以后归附我白家, 生为我用。 眼下世道越来越乱, 如春秋关这般的小型修仙宗门被灭之事, 在整个大唐境内频频发生, 我们白家也要加紧继续实力。 白鹤诚点了点头说道, 我白家如今这种境况下暂时自保有余, 外界越来越多的宗门都对那个天地大劫之事笃信起来, 整个修行界表面看起来还算平静安稳, 可是地下早已暗流涌动。 春秋关一世, 我看想要找到幕后黑手, 希望并不大, 我家也要内部好好盘查一番。 白江峰文言, 建议道, 正是我们如今能做的, 便是彻查整个家族, 以防有妖族混入。 前日, 老祖谈及天地大劫仪式, 也同样感到压力不小。 白鹤诚缓缓说道, 江峰, 鹤诚, 就在这时, 一个苍老的声音, 突然在他们二人心头直接响起。 第134章闲聊, 老祖, 白鹤诚两人神色一素, 立马回道, 春秋关之事我已经知晓, 但这并非眼下最紧要的事情。 白家老祖传音说道, 白鹤诚与白江峰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垂手, 而立等着老祖的吩咐。 春秋关一会, 萧天却还没能学权纯阳宝典, 将他送至其他真正的修仙大宗去, 看看能不能学到更厉害的术法, 早日成才。 白家老祖继续说道, 请老祖明示去处, 白鹤诚知道老祖不会无地放逝, 恭敬道, 我早年在化生寺还有些香火情, 已经差人送去了书信, 过些时日应该就能有回复。 白家老祖继续传音道, 白鹤诚文言, 眼中不禁闪过一丝喜色, 化生寺位于长安城附近, 乃是大唐境内数一数二的修仙大宗, 其门内金刚扶摩大法更是赫赫有名, 远非春秋观可比。 若是肖天能够进入化生寺修行, 那的确是我白家姓氏。 白江峰也忍不住说道, 你们也不用太过高兴, 我与化生寺的那点香火情, 也就仅仅够将肖天送进山门, 他届时多半也只能从一名外门弟子做起。 若想要真正习得高阶术法, 还得靠他自己争取。 白家老祖的声音再次传来, 肖天资质绝佳, 就是性子太过随性洒脱了些, 影响了修炼。 此番魔力后, 他因更加勤奋一些, 绝不会白白辜负了老祖的一番悉心栽培。 白鹤城如此说道, 此言过后, 老祖那边便在无言语, 只留下白鹤城二人, 为了此时欣喜不已。 与此同时, 沈洛正跟着白肖天一路回了他的院子。 刚进院门, 一个身着丫鬟服侍的十三四岁灵力少女就迎了上来, 甜甜地叫了一声少主绿秀, 你这丫头怎么没去大门口接我。 白肖天见状, 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伸手捏了捏他圆呼呼的脸颊。 我听到少主带了客人回来, 就忙着收拾客房, 一时给忙忘了, 等记起来时, 少主已经被家主叫去了, 我就又回来等你们了。 少女揉了揉脸颊, 说道, 这个鬼精的丫头叫绿秀, 从六岁起就伴在我左右, 虽说是侍奉于我, 不过我一直将他当小妹妹看的。 白肖天说吧, 也将沈洛介绍了一下, 毫无少主架子。 见过沈公子, 绿秀闻言, 立马冲沈洛欠了欠身, 叫声沈大哥就行, 沈洛摆了白手, 笑道, 少主, 沈大哥, 你们一路舟车劳顿, 肯定很辛苦吧, 房里已经被好了药玉, 你们快去泡上一泡, 解解乏。 绿秀引着两人到了屋前, 说道, 你不说还好, 这么一说, 倒真觉得浑身不自在了。 这样, 你先带沈洛去房里沐浴, 我这边今天让别人侍奉就好。 白肖天抖了抖肩膀, 笑道, 脚臂遵命, 绿秀连忙阴下, 失了个万福。 说吧, 白肖天就回了自己房间, 沈洛则在绿秀的引领下, 进了客房。 沈洛进去一看, 眼睛微微一亮, 这房间说是客房, 却比自己家中的正房还要气派, 尽显豪门气度, 一进门里不见床踏, 却是有一肩摆着桌椅茶具的客室, 往里去还隔了一道门, 在那里面才是真正的起居卧室。 绿秀走在前头, 推开了里面那道门, 一股混合着草药和鲜花的浓郁香味, 马上就从里面飘了出来。 这味道香而不腻, 温而不燥, 闻着还有些让人身心放松的感觉, 看样子药玉里除了红花, 当归等火血通落的药物, 还放了不少镇静安神的草药吧。 沈洛站在门口, 微微一秀, 随即问道, 没想到沈大哥还通药里里, 说的全部都对, 绿秀亲眼信口, 明眸一弯地说道, 略知一二而已, 让绿秀姑娘见笑了, 沈洛笑了笑, 说道, 哪里的话, 能被我们少主真心当作朋友的人可没几个, 由此便可知道沈大哥也是鼎厉害的人。 绿秀原脸上笑意不减, 笃定道, 沈洛走进里间, 就看到卧房内靠左贴着墙的地方, 摆着一张雕花牙床, 右手边则隔着一架屏风, 阵阵白色雾气正从屏风后边冒了起来。 沈大哥, 小逼着就叫二个丫鬟进来侍奉沈大哥沐浴。 绿秀走上前来, 抬手就要帮他脱去外衣, 沈洛连忙一侧身, 逼让了开来, 口中忙说道, 不用劳烦绿秀姑娘了, 这个我自己来就可以。 那怎么行, 小逼可是得了少主吩咐的, 必须好好侍奉沈大哥。 绿秀赶紧说道, 无妨, 我已习惯一人沐浴, 要是有人在侧, 我反倒有些不自在。 绿秀姑娘若是怕你家少主责备, 那就在外面陪我说说话即可。 沈洛笑着说道, 沈洛此言自然不真, 他自小在家中也是灌兽伺候的, 怎么会不适应受人侍奉。 实则是他的怀中还放着那石霞, 里面藏着玉枕, 天书和纯阳宝典等物, 可不能被外人看到。 那好吧, 绿秀就在外面跟沈大哥说说闲话, 还希望沈大哥不要嫌弃我过躁才是。 绿秀见拗不过他, 只好嘟着嘴说道, 说吧, 有两个小丫鬟从什么地方搬来了一支圆凳, 绿秀就坐在了外面。 沈洛走入屏风后, 看到玉筒旁的桌案上, 已经放了一套崭新衣衫, 便将石霞从怀中取出, 放在了桌案上, 用衣服盖了起来。 而后, 他脱掉身上穿了几日的衣衫扔在一旁, 爬进玉筒里躺了下来。 乍世间, 他的周身被温度适宜的药液包裹, 便感觉浑身上下的毛孔, 都仿佛在瞬间打了开来, 一直紧绷着身体和精神, 这才彻底放松了下来。 沈大哥, 听说这次你和少主返回建业城途中, 遭到要挟追杀, 情况是不是很凶险。 绿秀在外面等了半天, 不见他说话, 便主动开口问道。 凶险是很凶险, 不过最后也都化险为夷了。 沈洛不愿系说, 便敷衍道, 其实最近建业城周边, 好像也不太平, 传闻说城外十里铺那边已经死了好几个人, 都说是给妖魔蛊惑了神智, 有的自己投水了, 有的自己上吊了, 最玄乎的一个, 愣是自己把自己的头给砍掉了。 光是听着就吓人, 绿秀道没在意, 自顾说道, 第135章妖风, 都是些道听途说之词, 绿秀姑娘不用自己吓唬自己。 况且你身在白家, 谁不知是大名鼎鼎的驱魔世家, 哪里有妖邪胆胆不怕死地来犯。 沈洛安慰道, 那道也是, 哈哈, 反正只要不是魔物, 寻常妖怪鬼物的, 家主和长老们随便出去一人, 也足以灭掉了。 角姑娘闻言, 自顾笑道, 沈洛听闻此言, 眉头微微一皱, 试探问道, 绿秀姑娘, 白家当年驱魔之事, 你可知道。 那都是百十年前的事了, 府里除去长老们不说, 也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人们 才知道些内情, 我自然更不知道了。 不过吗, 我最近倒是听到一些关于驱魔的传言, 里面有多少真多少假, 我也不知道。 绿秀皱着眉头响了一会儿, 才画风逆转地说道, 左右无事, 你且说来听听, 沈洛一副好奇模样道, 成, 那我就说说。 在剑野城外, 靠近紫云山的地方, 有一个叫做桃园村的地方, 绿秀也四倍打开了画匣子, 开始唯唯叙述述起来。 原来, 在这个叫做桃园村的地方, 自古就生有一棵巨大的盘桃树, 村子里的人代代繁衍, 却也不知这股树起源何时, 只知道其树林已经不下千年了。 传说, 这棵盘桃古树年年开花, 数百年里却从不见结果, 村里人虽然纳闷, 却也将这股树视为祥瑞, 好生看护。 可后来有一年, 桃花正开得最盛的时候, 天上忽然降下一股妖风, 裹着浓浓黑烟将桃树给围了起来, 使得村民无法靠近, 桃树上的枝叶也快速衰败, 纷纷落了下来。 当时的村正是一个叫秦首安的人, 为了保护桃树, 打着火把, 提着柴刀, 想要将妖风驱走, 结果非但没有成功, 还把自己给搭了进去。 之后妖风更加猖狂, 不但控制了秦首安, 还控制了许多山猫野猪, 令其攻击村民。 村民苦不堪言, 便凑前请外面的新狮前往降妖, 结果一连去了三四个, 都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最后, 那位村正的女儿为了救自己的父亲, 历经艰难想要来建业城求助, 最后在路上恰巧遇上了一位壁骨妻的大侠, 被此女孝心所感, 随其赴桃源村想妖, 结果却发现那妖风似乎是修为不低的魔物, 那村正秦首安和许多山野活物都已被其魔化, 变得十分是杀残忍。 那位大侠很快就陷入了苦战, 最后总算就下了整个村子, 但却不知所踪了。 那妖风呢,可曾被斩杀, 沈洛听完之后, 追问道, 传闻里没说, 不过既然桃源村自那之后就没了魔幻, 想来应该是斩杀了吧? 绿秀想了想, 说道, 沈洛暗自沉吟, 却隐隐觉得那妖风, 极有可能并未被真正斩杀, 只是具体情况如何, 恐怕也只有那位大侠一人知道了。 绿秀说完之后, 又跟沈洛闲聊了些其他传闻一事。 不多时, 白霄天前来催促, 说要开宴吃饭, 才指了两人的谈论。 沈洛换好崭新的圆领轻袍, 江石侠又揣回了身上, 这才跟着白霄天前去赴宴。 入夜, 沈洛本打算取出那枚玉佩, 查看一下里面记载的纯洋宝典功法, 可回到房内后没多久, 就困倦袭来, 一头倒在床上沉沉地睡了过去。 他昏昏沉沉地也不知睡了多久, 忽然感到身上一阵凉意袭来, 身子一个哆嗦, 下意识伸手往身旁一抓, 想要去拉被子, 结果被子没抓到, 手里却摸到了一根冰凉硬物。 沈洛先是皱了皱眉, 但紧接着就猛地睁开了眼睛, 意识也瞬间清醒过来。 他猛地坐起身来, 身边立即一阵叮当作响, 却是几根短枪从身上掉落下去, 相互碰撞着滚落在地。 沈洛低头一看, 正是梦游加兰四十次无同灵处得来的那些火焰短枪。 他马上反应过来, 自己又入梦了, 哎哟, 救命啊, 不等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身后就传来了一阵阵凄厉的哀嚎求救声。 他猛然回身望去, 就发现身后几丈开外的地面上, 赫然助力着七八根粗壮的青铜主子, 上面铜袖密布, 缠绕着一根根黑气凝聚而成的绳索。 一个个青面獠牙, 模样猙獰的鬼物被这些绳索捆绑着固定在铜柱上。 不知为何, 这些鬼物看起来都是一副粘头大脑的样子, 其中还有些缺胳膊少腿的, 看着竟莫名有些凄惨。 沈洛下意识抓起两胆短枪, 朝后退了五六步。 脚步声引起了一众鬼物的注意, 他们纷纷抬头, 在看到沈洛之时, 顿时骚动了起来。 一个青头赤目的鬼物激动地尖叫不已, 露出满口尖牙, 一个舌头垂至腹部的吊死鬼朝他伸出了一双干枯的双手, 还有一个断头鬼脑袋拎在手里, 冲着他摇个不停。 沈洛一阵毛骨悚然, 吻了吻心神, 视线在朝周围一看, 才发现自己身下, 包括那些青铜主子在内的区域, 赫然是一座占地面积不小的圆形祭坛。 祭坛中央填着夯土, 而四周却层层叠叠叠, 密密麻麻地堆叠着一座座用人头骷髅雷起来的白骨金冠, 全都面朝祭坛内映绿光, 看得沈洛一阵头皮发麻。 他抬头望了一眼, 头顶天空阴沉沉的, 一层厚厚的黄云将添木压的极低, 气氛诡异且压抑, 而祭坛四周却地势开阔, 根本不见半点活物迹象, 看起来俨然是一片死寂荒野。 沈洛,沈洛, 就在这时, 沈洛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呼喊之声。 他忙回头看去, 就见一个码头人身的赤红色鬼物, 正一边张着长长的马嘴, 口吐人言大声呼喊着自己的名字, 一边激动地挥舞着紧剩的一根毒臂。 沈洛心中大惊, 实在不知道这鬼物为何会知道自己的名字。 他又仔细打量了一下这马面人身的鬼物, 才发现其身上所穿服饰与旁边其他鬼物不同, 那样是看着竟然有几分像牙翼穿的冠衣。 你是什么鬼, 怎会知道我的名字? 沈洛小心靠近了一些, 皱眉问道, 第136章勾魂马面, 那马面鬼物这时反而满面的惊恶, 没有回答, 只是口中不停地喃喃道, 你真是沈洛, 不可能, 不可能啊,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 沈洛被他这没头没脑的话语, 惊得着实不清, 口中赤道, 快, 快放我下来, 我有话对你说, 马面鬼物总算回过神来, 忙机动地喊道。 沈洛略一犹豫后, 感觉这马面鬼气息一点威胁没有, 当即体内法力运转而起, 顺着经脉流入了手上的短枪。 随着短枪腾的一下升起一圈火焰, 他这才发现自己丹田内的法力竟颇为充足, 显然保持了他之前修炼无名天书三层的状态。 他一步上前, 抬起短枪朝着捆在马面鬼物身上的黑气绳索上猛的一挑, 一层火焰便如刀锋一样向上一画, 将黑绳斩断了开来。 马面鬼物从铜柱上掉落下来, 一个亮枪地丹西柜倒在了地上, 脑袋后面那一头白色棕毛披散了开来。 他才刚抬起头, 一杆火枪的枪尖, 就抵在了他的眉心。 说, 你怎么会认识我? 沈洛略生赤道, 马面鬼物脸上神情古怪, 正想说话时, 身下祭坛忽然一下一下地剧烈震动了起来, 那节奏, 就好像是有什么庞然大物, 正朝这里移动了过来。 旁边那一座坐白骨金关上, 绿色的鬼燕也随之一颤一颤地闪动着。 沈洛只觉得心神也随着脚下的祭坛不断地震颤着, 正不知发生了何事, 突觉得后背一阵的发寒, 没来由的有些心慌。 紧接着, 他就听到从震动传来的方向上, 响起了一阵阵黑山, 黑山的呼喊声, 那声音呼远呼近, 有些飘渺不定, 有时像一人高呼, 有时又像万人呼唤, 实在是说不出的诡异。 糟了, 是黑山老妖, 马面鬼物单臂一撑, 从地上爬了起来, 口中惊叫了一声。 沈洛也没心思再去逼问马面鬼物, 抬头寻声望去, 就看到远方震动传来的方向上, 隐约有一座黑乎乎的巨山浮现而出。 他即便不清楚黑山老妖是什么妖怪, 单看眼下这阵仗, 就知道肯定不是好对付的, 于是急忙将地上所有短枪拾起背在身后, 转过身一阵小跑, 一下子跃下了祭坛, 便打算尽快远离此地。 哎, 沈洛, 等等我, 马面鬼物高喊了一声, 也跃下了祭坛, 紧追了下来。 沈洛并没有理会那马面鬼物, 只是自顾自地往前狂奔。 这一人一鬼, 就这般一前一后地朝着与那黑山老妖相背离的方向狂奔而去。 然而, 还不等他们跑出多远, 沈洛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狂风呼啸的声音, 忍不住回首望去, 心中顿时一领。 只见祭坛上方的黄云忽然急速涌动起来, 里面竟然浮现出一张巨大无比的扭曲鬼脸。 那鬼脸面目不清, 只能隐约看到模糊的五官轮廓, 其嘴巴位置突然大张, 竟直接裂开了一道横跨整张脸颊的巨大口子, 里面黄云翻腾滚动, 传出一股射人心魄的犀利。 紧接着, 沈洛就看到巨连下方的整座祭坛开始剧烈摇晃, 躲然间把地儿起, 在那些鬼物凄厉的嘶吼声中, 连同那十座白骨精官一起飞入了巨连口中。 结结, 休想逃, 天空中传来一阵古怪至极的笑声。 那巨连却失眸的一阵倾斜, 从垂直腐蚀大地的模样, 变成了邪尸向前, 其四周黄云忽然变得漆黑无比, 化作呼啸狂风, 朝着沈洛他们追了过来。 沈洛心底暗骂一声, 却也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拼命往前狂奔。 沈洛, 没用的, 这黑山老妖是出窍期的鬼王, 你我这样根本逃不掉的。 马面鬼在后面大声吼道, 其话应当落, 他们头顶上方的黄云就突然转为漆黑之色, 当中云气剧烈翻涌, 一只巨大无比的黑色巨手就从中一探而出, 如五指山月一般轻压而下。 沈洛仰头一望, 只见那巨手之大当真已然遮天, 以他们的速度根本跑不出被其覆盖的范围, 在继续前冲已根本毫无意义。 此就死吧, 拼了, 他把心一横, 突然脚步一顿地停了下来, 默然一个转身。 他抬手从身上取下一根短枪, 将法力灌住其中后, 单手握着, 向前捎一柱跑, 大便猛的一挥, 将之朝着斜上方投掷了出去。 短枪在法力注入的一瞬间, 表面腾起一圈赤红火焰, 带着一阵破空之声, 如箭矢一般射向了那只黑色巨手。 空的一声爆鸣, 火焰短枪在射中巨手的瞬间, 竟是直接爆裂了开来。 然而, 那小小的短枪与遮天巨手相比, 实在太过渺小了, 即便爆炸开来, 也只像是夜幕里亮起的一小团烟花, 一闪过后, 随即便消散开来。 黑色巨手甚至连停顿一下都未有, 仍是不断朝下方压迫而来。 没用的, 挡不住, 麻面鬼物与沈落并肩而立, 连连摇头。 沈落眉头紧皱, 又从身上取下一杆短枪, 再次注入法力, 化作火焰短枪的破空扔去。 一枪飞出, 接着又是一枪, 哭笑之声连连作响。 他见识一口气, 接连将剩余六杆同为法器的火焰短枪 当作普通兵器一般全都投掷了出去。 他虽然还无法真正驾驭法器, 但凭借蛮力和法力强行贯注发挥出的威力, 还是远远超过一般腐气。 轰轰轰, 高空当中爆鸣之声不断炸响, 一次刺火枪爆炸的威力层层叠加, 终于从一团小烟花, 规矩成了一大片巨大火海。 陈洛顾不得看结果, 在袖中稍一摸索后, 又把那根持许来长, 散发着逼人寒气的小枪摸出。 他双手紧握小枪, 体内无名功法急速运转, 一身法力从丹田中毫无保留地狂涌而出, 几乎全部灌注尽了其中。 那柄晶莹小枪上顿时白光大涨, 竟是直接长大成了一杆杖许来长的冰毛。 去, 沉落口中爆合一声, 再次用尽全身气力, 将冰毛朝鞋上方投掷而去。 第137章三恨鬼门关, 冰毛划破长空, 留下一道白白的痕迹, 很快就与巨手遭逢, 其却没有如火焰短枪一般直接崩碎, 而是破开了巨手外的一层防护, 扎在了手掌正中。 紧接着, 高空中卡卡之声大作, 一层白色寒气竟是直接以冰毛为中心蔓延开来, 将黑色巨手包裹进来其中。 但黑色巨手指示提表绿色鬼焰一卷, 就将寒气技术扫荡而空, 丝毫没有停顿地继续向下缓缓压来。 沉落剑此, 面如指挥, 知道免不得又要死上一回来。 而且以黑山老妖的恐怖实力, 即使其再次复活, 逃走的希望也一场渺茫。 罢了, 罢了, 还是我来送你一城罢, 也不枉你我认识一场。 就在这时, 旁边的马面鬼物却突然长叹了一声, 接着张口一吐, 舌尖红光一闪, 从中飞出两朵颜色鲜红的小花, 并将其中一朵一把扔给了沈落。 这是, 你要做什么? 沈落下意识接过红光, 一阵恶然, 一马面鬼还不如自己的实力, 难道还有办法找出一条逃生之路来不成? 马面鬼物已经将手中红色小花往口里一扔, 直接吞咽了下去。 紧接着, 他扬天一声长啸, 身上忽然爆发出大片醒目红光, 浑身气息更是狂涨不停, 仿佛永远没有天际一般, 让旁观的沈落, 立刻倒飞出去十几站外, 只觉头皮发麻, 浑身汗毛倒树, 仿佛面前面对的不再是一只无名小鬼, 而是一头晴天巨兽般的鬼物。 一, 你是, 高空中忽然传来一声差异的轻疑, 正压下的巨手竟在空中顿了一顿。 马面鬼物却根本不加理睬, 反而默得从怀中一掏, 手里就多了一只持许来长的黑色毛笔, 朝着头顶上方, 虚空一点。 黑色毛笔好似金铁锁住, 笔杆之上刻画着一圈圈密集符纹, 在马面鬼物点出的瞬间, 笔尖上亮起一片刺目红光, 一枚枚红色符纹从中飞射而出。 沈落就看到头顶上方, 所有符纹汇聚一起, 尽好似宁成了一篇文章, 只是当中文字他认不全, 只能隐约看到何鬼猪血等字迹。 符文篇章一成, 顿时化作一道巨大红光值冲入空, 在阵阵雷鸣般的轰蒙声响中, 竟将黑色巨手打得节节倒退, 直至缩回了阴云当中。 沈落看的目瞪口呆, 弓魂笔,何鬼诗,弓魂使者, 赤你,弓魂马面, 远处天空当中, 传来黑山老妖又惊又怒的声音, 回荡不已。 弓魂马面,沈落文言, 心中一阵惊疑, 那马面鬼物并未理会黑山老妖的怒吼, 收回手中黑色大笔, 朝着虚空中猛的一画。 其笔尖之前默然间红光大放, 原本空无一物的虚空, 竟是直接给这道红光撕开了一道 三尺宽障许长的狭长裂隙, 从里面溢出阵阵灰白雾气。 沈落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 就看到那马面鬼物突然冲着自己咧嘴一笑, 紧接着一起脚, 直接踹在了他的身上。 他被踹得身形一个亮枪, 直接倒退着跌入了那道缝隙当中。 那马面老鬼和他手中的黑笔同时亮起雪亮红光, 两者竟是同时如鸡粉一般消散了开来。 沈落耳中传来马面鬼物最后一声言语, 花哭人灭, 一盏茶时间, 下一瞬, 虚空缝隙随之消失不见, 只有黑山老妖暴跳如雷的怒吼之声, 还在虚空中回荡, 只是那声音也越飘越远, 直至消失不见。 沈落则在一阵天旋地转后, 只觉眼前一花, 就紧抓鲜红小花的出现在了另一个地方。 此刻他, 被红花上散发出来的红色光芒紧紧包裹着, 站在一片有淡淡灰白雾气缭绕的陌生地方, 而身前不远处, 助立着一座高于十丈的巨大牌楼, 通体漆黑, 透着骨子邪气。 原本应该有三间四主七楼, 只是不知为何左边已经坍塌了一半, 只剩下三柱两间还算完好, 其顶部飞檐下, 街选有一个人头大小的同龄。 可古怪的是, 那同龄明明在随风摇晃着, 里面却没有半点声音传出。 沈落眉头紧簇, 仔细朝着牌楼的中央打量过去。 这一看, 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匾额位置上赫然镇刻着三个古传大字。 鬼门关, 鬼门关, 这不是英明之地吗? 我怎么会到了这里? 沈落心中无比震惊, 脑海中不觉涌现出不少民间关于这地方的传言。 这可是人死后才会来的地方啊。 更重要的是, 勾魂马面为何会认识自己,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 也要送他走。 他在朝那牌匾上一看, 确定无疑, 上面写着的的确是鬼门关三个大字, 而且在那三个大字下方, 还赫然有三个黑红血迹写成的巨大恨字。 恨, 恨, 恨三个恨字连成一排, 每一个都是狂草笔法, 越往后去笔试越似一边狂。 似乎书写之人的恨意也越来越重, 自体下沿被血液流淌出一条条蜿蜒血线, 看着越发猙獰可怖。 监视勾魂马面, 现在又到了鬼门关, 南部城还有黄泉路。 沈落心下疑惑, 定睛朝牌楼后方望去。 只见牌楼后方, 竟然当真有一条黄沙铺旧的道路, 蜿蜒伸向了远方, 隐没在了灰白雾气当中, 而在道路两旁赫然凌凌散散地 绽放着一株珠颜色鲜红的花朵。 此花花了单生, 顶上花絮如伞, 花瓣反卷如龙爪, 色泽如鲜血欲滴, 赫然与他手中的一模一样, 全都是彼岸花。 传说去往英明的黄泉路上, 生有一种幽明之花, 名为彼岸, 生生世世花不见夜, 是黄泉路上唯一的风景。 真的是黄泉路, 沈若目光一变, 喃喃说道。 就在这时, 头顶上方的虚空之中, 忽然响起一声沉闷轰鸣, 阵阵风声从高空传来。 沈若立即抬头望去, 只见高空中一疯狂卷, 乌云密布, 正当中有一处天光烧亮的圆形孔洞, 四周浓云环绕, 里面泛着白光, 看着就仿佛是整片天给捅出了一个窟窿一般。 他心中隐隐感到有些不妙, 下意识就想要远离此处, 只是前面的鬼门关自然不能进的。 第138章迷雾孔洞, 沈若在身上摸索了一下, 发现上次从妖狐和梧桐林那里得来的丹药和金绳等物, 也都还在身上, 心中稍稍安稳了几分。 他转过身, 目光四下一扫, 发现入目所及之处, 都是白茫茫的灰白色雾气, 也不知通往何处。 他略意沉吟后, 便抬起腿, 朝着与鬼门关箱背离的方向走去。 沈若一口气走出了白鱼杖, 发现眼前的浓雾变得越来越重, 四周的阴风也变得越来越凛冽。 他心中有些忐忑不安, 心中一直挂念着马面鬼物最后转音说的一盏茶时间, 便干脆撒开双腿, 狂奔起来。 结果他越跑, 周围的情况非但没有丝毫改善, 还有愈演愈烈之事, 到最后眼前已经完全无法失误, 耳边也只剩下了乌烟不止的风声。 就在沈若以为无法冲出去的时候, 身前的雾气突然凭空一散, 风声也瞬间消失, 身子也突然一松, 朝着前面跌跑了几步, 才稳住了身形。 沈若还来不及高兴, 抬起头一看时, 就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座残缺牌楼前, 上面匾额残破, 书写着鬼门关三个大字, 下面另有三个恨字颜色黑红, 触目惊心。 又回来了, 沈若眉头拧在一起, 还不等他想清楚是怎么回事时, 就发现手中的那朵彼岸花上 突然有星星点点的红色光点飘飞而出, 就好像火焰燃烧时飘起的鱼镜一般。 而随着这些光点的不断飘散消失, 彼岸花上的红光越来越弱, 颜色也变得暗淡起来, 眼看着就要枯萎死去。 花枯人灭, 一盏茶时间, 沈若这才恍然有些明白。 他目光穿过牌楼, 看了一眼同样雾蒙蒙的黄泉路, 把心一横, 竟是直冲着向鬼门关跑了过去。 既然后路不通, 也只能往前冲了, 就算前路在危险, 也总比在此坐以待毙的强。 沈若一步跨过牌楼下倒塌的黑石, 身子猛地朝前一窜, 就想进入鬼门关内。 可就在此时, 一变再次发生, 鬼门关牌扁下的三个恨子忽然光芒大作, 每一个上面都散发出一股恐怖至极的气息, 沈若才刚一靠近, 就被一股无形距离冲撞, 直接给撞飞了回去。 沈若倒退着落地, 俯身一手抓在了地面上, 才稳住了身形。 他只觉胸膛一阵气血翻涌, 感到一股血腥狂暴的念头, 正在不断往他脑海里钻, 他忙运转起无名功法, 调转法力直冲上头, 才将那个邪恶念头驱散开来。 沈若看了一眼手中彼岸花, 发现花瓣已经呈现枯黄之色, 只有花蕊还有些许红色, 便咬了咬牙, 再次朝着牌楼里冲了过去。 只见他周身外亮着一层薄薄蓝光, 一身法力已经全部调动, 猛地撞了过去。 紧接着, 那三个恨子再次雪光大盛, 一股更加强大的无形距离从中喷薄而出, 狠狠撞击在了沈若身上。 沈若口中温哼一声, 周身蓝色光芒被一阵而散, 人也高高地抛飞了出去。 其在半空中还未落下时, 手里的彼岸花就已经彻底枯萎。 随着花朵化作鸡粉消散, 那层一直笼罩着沈若的红光彻底消散, 四周的鬼物因风忽然全都朝他去拢过来, 化作了一个巨大的灰白漩涡, 将他笼罩在了中央。 没了红光庇护, 那鬼物沾染在了他身上的一片衣角上, 那一脚便迅速变成灰白色, 进而直接化为了灰烬, 被阴风吹散。 沈若见状, 顿时大惊, 仰头望了一眼高空中的那处巨大孔洞。 再是一次, 他无奈叹息一声, 落地的瞬间, 全身法力技术朝双腿灌注而去, 猛地向上移动。 只听喷的一声响动, 好似有一团气流在他脚下炸裂一样。 沈若的身形笔直冲入高空, 一头扎进了孔洞当中。 孔洞当中好似有云气一卷, 同时也伸出一股不弱的吸引之力, 将他扯入了当中。 沈若只觉得自己身子已轻, 便已经挑身而出, 穿过了孔洞。 其身形落地之后, 脚下踩在了一块原石上, 略微打了个亮枪, 随即就听到了卡的一声轻响。 他忙朝脚下看去, 才发现自己刚刚踩到的并不是什么原石, 而是一颗人的骷髅头骨, 其似乎已经死去太久, 被他无心的一脚, 轻而易举地踩了个粉碎。 莫怪莫怪, 沈若口里迁移说道, 忙向后退开一步。 卡, 又是一声轻响, 沈若扭头看去, 脚下赫人又有一截颈骨被他踩断。 他眉头猝起, 朝四中望去, 顿时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只见四中雾气萌萌, 他目光所能看到的范围不过方圆数十丈, 而就在这数十丈范围之内, 密密麻麻, 满地都是白色枯骨。 其中既有人族, 也有野兽, 大多数已经混杂在了一起, 只有少数还保持着原本的形状, 而在那蒙蒙雾气隐没的更多区域, 里面似乎还有更多白骨。 沈若回身往不远处望去, 发现之前他逃出来的那个孔洞还依然存在, 只是大小只剩下十丈左右, 与之前看到的样子大相径庭。 他想起方才在鬼门关前的情形, 仍然有些后怕, 此刻自然不会再靠近那孔洞。 次周迷雾重重, 沈若也看不出该往哪儿走。 正犹豫间, 他就听到一阵阴风吹动的声音, 呜呜作响, 好似女子低气一般, 脚下方才踩碎的白骨被风一吹, 便飘扬起点点粉末, 朝着前方飞散而去。 沈若眉头微微一皱, 略以思量后, 就朝着阴风吹去的方向走了过去。 茫茫旷野里, 沈若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尽管他已经尽量避免, 可能是时不时就会踩到白骨, 发出断断续续的骨碎声。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沈若眉梢一挑, 只觉前方的雾气逐渐淡薄起来。 他精神微微一震, 又往前走了一段距离, 雾气渐消, 视线顿时变得开阔起来。 他这时才发现自己正站在一片山坡上, 对面隔着一处山坳, 助力着一座高耸入云, 山是巍峨的苍青山峰。 沈若回头望了一眼, 随后沿着山坡一路向下, 走到半路上时, 忽然听到高空中传来一声宛如鸡鸟丝鸣般的声音。 第139章抵御妖席, 他茫仰头望去, 就看到高空中盘旋着一只巨大的飞鸟, 双翼伸展开来足有三四丈之宽, 浑身羽毛乌黑发亮, 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黑色雾气, 似乎是一头妖物。 不等沈若看得仔细, 那飞鸟就双翼翼展, 一个俯冲朝着山坡急速飞掠了下去, 很快消失在了他的视线里。 沈若心中奇怪, 便加快步伐, 朝着飞鸟掠去的方向追赶了过去。 他一路往前追了百十来步, 忽然听到前方隐约有野兽嘶吼和阵阵哀嚎的声音传来。 有人,沈若按道一声, 身形一纵, 加速朝山坡冲了下去。 越往近处, 各种哭嚎之声和售吼声就越大。 当他来到差不多半山腰的位置时, 终于看到在那山坡当中背靠着那座巨大山峰的地方有一个衣衫修建的村寨。 村寨规模看起来不大, 周围却好似见着一圈圈防御工事一样, 以一根根粗壮的树木, 削尖了顶端并排扎在一起, 竖成了坚实的木栅栏墙。 这些木栅栏尾起的高墙, 足有两丈来高, 里面贴墙建着一圈高台, 上面每隔几步就站着一个身穿麻布粗衣的人族青年, 正手持弓箭和长矛, 不断向外射击和刺杀着。 木栅栏外, 有十几头身高与常人无异, 体魄却比常人健壮十倍的灰毛猿猴聚集在一起, 其中几头正手抓着石块, 朝着栅栏墙头猛烈投掷, 每一次落石都会发出怦然巨响, 力道之大令人则舍。 另一边的栅栏围墙中, 欠着两扇铁皮包裹的厚重木门, 前面也聚集着几头猿猴, 手里握着一根根粗大石棒, 正双臂抡转不断猛砸着。 站门上方有人借木门被砸得俱阵不已, 眼看就快要支撑不住, 便探出身子, 用手中长矛向下猛刺, 试图阻止那些猿猴。 可他才刚一露头, 就被一块飞射而来的石头砸中脑袋, 当即脑僵崩裂, 身子一歪,从墙头摔了下来。 门前聚集的猿猴剑撞, 也顾不上继续砸门了, 纷纷过来争抢, 那人的尸体就被他们你一手我一脚地给扯在手里, 眼看就要撕裂开来。 就在这时, 栅栏墙头上, 忽然出现了一名身着粗质铠甲的紫发女子。 其双手在身前快速结印, 猛地朝下一挥, 虚空中忽然有一阵呼啸声响起, 一团人头大小的吃烟火球从天而降, 朝着那群灰毛猿猴砸了下来。 那些畜生似乎也知道火球厉害, 纷纷射了道口的肉食, 朝一旁躲了开来。 赤焰火球砸中那具尸身后, 立即腾起一片火光, 将之吞没了进去。 眼见于此, 那些猿猴越发凶狠, 再次朝着寨门猛砸了过去, 其余猿猴则纷纷投掷石头, 猛砸向女子。 有修仙者, 沈若略意迟疑, 宁神朝女子身上望去, 却发现此女容貌稚嫩, 还是一副少女模样, 一身残破甲皱下的手臂和小腿处, 都包裹着一层白布, 上面隐约能看到些发黑的干涸血迹。 就在这时, 一声鸡鸟四鸣的声音忽然在上空响起。 沈若举头望去, 就看到高空中盘旋着三四只 和他之前所见一模一样的巨大飞鸟, 在村寨上空环绕着飞了一圈后, 突然纷纷低掠而下, 越过木栅栏, 朝着村内扑了下去。 栅栏高墙上的青年们剑撞, 纷纷挽弓搭剑, 朝他们射出一根根羽剑。 剑矢破空而去, 速度看似不慢, 可在飞底那三只巨鸟身前时, 背后这双翅带起的狂风鱼卷, 就立马失了准头, 竟是没有一根能够射中。 只见那些巨鸟飞落村中, 直接将一座座土坯茅屋撞开来, 或是会拙, 或是爪钩, 将藏匿在屋中的老幼之人抓出。 一时间惊叫声, 惨呼声连连, 尊重到旁, 一些衣不蔽体的干瘦之人, 呆坐在坍塌的屋墙边, 也不躲避, 也不动弹, 深陷的眼窝里一片混浊, 目光当中全然没有生气, 仿佛已经是一具死尸了。 也有那盘山老妇, 脚步虚乏, 跑开两步后就扑倒在地, 连挣扎着起身的力气都没有, 一双眼睛早已干枯, 连泪水也流不出了。 三只巨鸟飞出了栅栏外后, 立马张口松抓, 将抓来的老若妇如扔下地面, 摔得头破血流。 那些灰毛猿猴见状, 纷纷扑抢上来, 很快就将这些人撕裂吞食了个干净。 这些畜生吃过人后, 似乎更加兴奋, 更加卖力地攻向村寨, 而那些巨鸟也纷纷一扇翅膀, 又朝着村内扑了过去。 其中一只巨鸟飞过了村寨中央的一间茅屋上空, 只是双翅一扇, 卷起的狂风就将整片屋顶全都掀飞了开去。 屋内传来一片惊叫之声, 里面竟然有十三四个八九岁上下年纪的孩童, 全都瑟瑟发抖低脊在屋内一个墙角, 脸上挂满了泪水,眼睛里也全是恐惧之色。 巨鸟见状, 兴奋的一声皆明, 立即朝着屋内的孩子们俯冲了下来。 这时, 一个满脸皱纹的白发老玉忽然从旁冲了过来, 手里攥着一根木头扫把, 像老母几乎在一样, 将那些孩子挡在了身后。 巨鸟双爪如钩, 飞落而下, 眼看就要抓住老玉。 轰的一声巨响, 一枚赤焰火球突然从高空鞋追而下, 砸在了巨鸟脊背上。 巨鸟哀鸣一声, 就被打得斜飞了出去, 直接撞塌了一面墙壁, 被碎石掩埋了进去。 栅栏墙头上, 那名紫发少女脸色苍白, 缓缓收回了手, 冲着墙角那边的老玉和孩子们, 挤出了一个笑脸。 只是她的笑容还没完全展开, 后背就被一块急涉而至的石头砸中, 整个人一个不稳地从墙头上扑飞了出去, 跌落在地上, 吐血不止。 墙头没了她帮忙助手, 那些轻壮立即被猿猴的石头死死压制, 根本连头都不敢露, 而寨门前的几头猿猴则砸得更加起劲。 那两扇宝金风霜的寨门, 终于支撑不住, 眼看就要崩裂开来。 此门一开, 这里必定摘破人亡, 此发少女强忍着浑身剧痛, 挣扎着站起身来, 想要往寨门那边赶去。 此时的她受伤不轻, 走路也有些不稳, 丝毫没注意到身后被她打翻的巨鸟 已经从碎石堆中站了起来, 双翅一抖, 就朝着她飞扑了过来, 一只尖汇如锥子般朝她脑后刺了过来。 第140章长寿村, 千军一发之际, 少女模糊的视线里, 忽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男子身影, 其身形高高越过栅栏高墙, 手里抓着一杆长毛, 朝着她猛地投掷了过来。 少女下意识就想躲避, 却发现那长毛飞射速度比她预料的要快得多, 搜了一下, 便贴着她的耳尖射了过去。 她的身后传来一声短促歼鸣, 那只巨鸟的脑袋被长毛贯穿, 直接钉死在了地上。 少女抹了一把脸上血迹, 才看清那人的模样, 竟是一个面容清秀的青年男子。 男子自然正是沈洛, 他看着眼前少女明明浑身凄惨的模样, 还在努力朝自己挤出一丝笑意, 心中大为触动, 热血上涌。 你可以休息会儿了, 那些畜生交给我了。 沈洛冲奇说了一句, 话音刚落, 另外一两头巨鸟见同伴身死, 凶性大发, 立即朝着沈洛俯冲了过来, 两对钩爪一左一右, 同时朝他的脖颈上抓了过来。 沈洛也不客气, 两手分别迎着巨鸟的钩爪探了过去, 一把将它们抓在了手中, 继而运转法力猛的一转身, 将之狠狠灌在了地面上。 不等两只巨鸟挣扎起身, 沈洛已经飞身跃起, 两只脚重重踏在鸟头上, 将之毙命。 而后, 他又身形一转, 朝前助跑几步, 体内法力运转, 身形猛的一跃而起, 再次跨过高墙, 落在了村寨外面。 猿猴们一见沈洛, 以为又是巨鸟投来的食物, 纷纷朝其冲了过来。 沈洛一摸身上, 才想起来不管是冰枪还是火枪, 都已经毁在了黑山老妖的手上, 此刻也就只有妖间还缠绕着那根法器精神。 不过他却并不慌张, 先前他就已经发现了, 这些灰毛猿猴和飞天巨鸟, 都不过是刚刚开启了些许灵智的最低街妖兽, 甚至比不上当初那妖狐手下的鼠妖,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他便在心里默默回忆了一遍轻仰手的口诀, 尝试着调转其体内阳刚之气, 顺着口诀所说的运气方法, 将之引导着灌入双掌。 只是一试, 他的两只手掌上顿时亮起金光, 眼看着比原来长大了一倍。 这时, 一头猿猴刚好冲到进前, 一拳朝他砸了下来, 沈诺一个侧身轻松躲过, 一巴掌拍在了他的脑袋上。 猿猴连一声惨嚎都没能发出, 脑袋上就陷下去一个大坑, 身子一软, 倒了下去。 紧接着, 又有两头猿猴冲到了进前, 全都挥着石棒朝他砸了过来。 沈诺双掌齐出, 轻松将两根石棒拍碎, 右左右一抓两只猿猴的脑袋, 朝着一起猛的一撞。 砰的一声响, 两颗猴头同时爆裂, 这些猿猴尽管凶悍且愚笨, 可看到这一幕后烟能不惧, 立马纷纷溃逃开来。 沈诺刚刚学会轻仰手, 哪能放过这等试验的好机会, 立即主动追了上去, 单身冲入了猴群当中, 左翼拳又一掌, 几个呼吸筋就杀死了四五头猿猴。 墙头上的众人, 好不容易才感叹出头向外看, 结果就被眼前这一幕给震惊到了。 神仙, 是神仙, 山上的神仙回来了, 他们回来了, 苍天有眼纳, 咱们长寿村。 有救了, 不知是谁起了头, 墙头上的人们纷纷激动地高呼了起来。 沈诺一直追杀了百余部, 才收住了脚, 那些猿猴也仅剩下了三四头, 仓皇逃走了。 等他折返回村寨途中, 才注意到寨墙外面, 在几片稀稀拉拉的枯黄竹林间, 还有几亩平级的田地, 只是半死不活的央鸟, 也已经被那些猿猴踩踏毁坏得差不多了。 沈诺来到门口, 那两扇摇摇欲坠的战门颤悠悠地缓缓打开, 里面陆陆续续走出来近百人, 男女老少皆有, 一个个衣衫褂褛, 神情疲倦, 看上去就像是一伙流洗的难民一样。 沈诺眉头微醋, 来到众人面前, 正要开口说话, 那些村民却有一大半呼拉一下, 其刷刷地全都跪倒了下去。 多谢仙师救命, 仙师大慈大悲, 振振感谢声音中, 还混杂有高高低低的哭泣声, 这些劫后余生的人们, 难以自持, 不一会儿就变成了集体的哭诉声。 沈若见此情形, 不禁有些发愣, 虽说他历经了数次梦境, 也碰上了不少离奇之事, 但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局面。 哭吧,都哭吧, 没用的,都没用的, 这时,一个有些疯癫的声音, 忽然从众人身后响起。 沈若寻声望去, 只见一个赤裸着上身, 浑身满是污垢的秃头老者, 亮亮呛呛呛从人群后跑了出来, 嘴里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没用的, 都得死那人走到沈若跟前, 盯着他看了一阵, 忽然嘿嘿笑了起来, 然后伸出一只手, 指着沈若说道, 您也得死, 嘿嘿, 说完, 他便围着沈若绕了一圈, 口中放声大笑, 跌跌撞撞地又朝村子里跑去, 跪在地上的人温对此, 似乎习以为常, 仍哭哭啼啼撑着谢, 看向沈若的神情, 就仿佛看着一尊旧式的神明, 眼中的希望有些卓人。 而那些站在这群人身后, 没有跪倒之人, 则一个个脸色发青, 神色木然, 看起来几乎羽形狮走肉无异。 大家都起来说话, 沈若用手摸了摸脑勺, 有些手足无措地说道, 众人无人起身, 也无人应声, 依旧维持着一副混乱局面。 都仙别哭了, 谁能告诉我这村寨是怎么回事, 你们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沈若有些暗恼, 落运法力, 大喝了一声, 顿时带过了所有人的哭声。 众人闻言, 哭诉声音这才逐渐小了下去, 这时, 一名方才守在墙上的有黑汉子, 先是抬起头张望了一眼远处, 又看向了沈若。 敢问仙师, 就只有您一人下山而来吗? 他神色有些紧张地问道, 沈若闻言, 有些不明所以, 正要开口说话, 就听一个略带疲惫的女子声音从村内传来。 大家都别堵在门口了, 先让这位山上来的道友进村。 村民们听到少女的话, 这才纷纷起身, 自觉地让开了一条通道。 沈若顺着众人让开的道路向内望去, 就看到之前那名子发少女, 正守住着一杆长矛, 从门内缓缓走了过来。